觀眾朋友好現在是民國東部時間六月二十七日 這裡是華爾街網報當日第一期節目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歡請記得為節目點贊並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天首先為您關注到的是來自南華早報的報導 數以百萬計的法律裁決突然從中國官方數據庫中刪除 中國裁判文書網的通知表示 正在進行數據侵移將在幾天之內完成 中國裁判文書網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的官方裁決數據庫 但是現在數以百萬計的文件從數據庫中刪除 有公告表示這是由於一個數據侵移的過程 發布在網上的通知說這一過程將在幾天之內完成 該網站公佈了來自中國各地法院超過一點一億分裁決數 而且週五有一千一百萬分已被下架 被刪除的判決書主要是刑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所有死刑判決都已從網站上刪除 法律界人士對於事態的發展表示擔憂 認為這可能是中國提高透明度司法改革努力的倒退 本章引述北京一位律師表示 我對此事非常關注 在網上提供判決書是中國司法部門近年來最好的改革成果 對維護司法公正非常重要 此外以前中國審判在線這樣一個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的獨立網站 曾經公佈一些審判程序視頻記錄 從本月起不再提供 律師表示如果這些判決書不能再獲得 將對我們的工作產生很大影響 該數據庫是我們研究的重要來源 所提供的信息是全面的 希望遷移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中國裁判文書網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周強 在二零一四年首次提出的 自啟動以來瀏覽量達到了六百四十億次 周強此前表示建立網站是為了深化司法公開 並提高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任 而文章引述律師說 透明度對於贏得人民的信任至關重要 越開放就越接近每戶正義和贏得人民的信任 另外一位律師則表示 有一些數據可能從數據庫中刪除 因為當局擔心他們會引發公眾關注 他還表示死刑案件被認為是敏感案件 其中許多本來不會在網上公佈 但是他也表示相信司法改革會繼續下去 他表示自周強時代中國司法部門取得了一些進步 以前是不可能獲得任何判決的 而提高透明度的趨勢不會改變 再為您關注到的是鳳凰衛視原負責任 劉長樂有關的消息 根據來自美國名流地產交易信息網站Dirt的有關報導 劉長樂在洛杉磯盛蓋伯股的豪宅 在二零零四年以四百萬美元購得之後 現在以七百六十萬美元的價格在當地作價出售 這棟豪宅現在登記在他女兒名下 根據網站報導 劉長樂買作這一座當代地中海風格豪宅後 便將房柴轉讓給了他的雙胞胎女兒 他們其中一人曾經就讀洛杉磯的一所法學院 但目前兩人都已經回到中國 而這棟豪宅在過去十年少有人居住 根據美國房地產網站顯示 劉長樂的豪宅建於一九九七年 佔地超過五點四英畝 風格是當地高級住宅區 有兩層樓建築 室內總面積超過八千平方尺 裡面有七個房間和八個浴室 而且戶外視野很好 可以直接看到洛杉磯市中心和盛蓋伯山脈 劉長樂以中國媒體人身份出身 一九九六年以商人身份創立了鳳凰衛視 常年擔任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 兼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二零二零年九月 鳳凰衛視關係企業鳳凰金融發生了資機危機 波及了眾多投資人 導致劉長樂受到壓力 此後鳳凰衛視在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宣布 劉長樂辭去行政總裁職務 由前上海市政府發言人新聞辦主任徐薇接任 四月劉長樂將絕大部分鳳凰持股出售給紫荊文化集團和香港信德集團 其中紫荊文化是央企 五月五日 鳳凰金融的負責人劉長樂的女婿遭到了海南海口警方 依非法吸收資金罪刑事拘留並立案偵查 而鳳凰衛視在六月二十二日正式公告 劉長樂辭去董事會主席和執行董事由徐薇接任 紫荊以及信德人馬同時進駐 成為北京民意實際都直接掌控的媒體 而根據來自中央社的分析報導 在現在的時候傳出劉長樂將出售洛杉磯豪宅的消息 也引起了外界的更多關注 再為您關注到的是跟病毒有關的消息 根據來自路透社的報導 具高度傳染力的冠狀病毒Delta變種病毒在全球快速擴展 而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已經完整接種過疫苗的人 繼續遵循佩戴口罩並且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措施 世衛助理秘書長在瑞士日內瓦的世衛總部表示 民眾不能因為打過兩劑疫苗就自然安全 還是得保護自己 他表示光是靠疫苗沒有辦法阻止社區傳播 而民眾必須繼續使用口罩 在通風場所注意手部衛生 保持人與人的距離 避免群聚 就算打過疫苗也是一樣 在有社區傳播的情況下 這類措施仍然極度重要 由於疫苗接種計劃有助於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的下降 美國等國家已經放寬了口罩和其他防疫限制 但是世衛官員建議接種完的人也要繼續謹慎行事 因為世界上還有大部分的人尚未接種 而傳染力更高的病毒正在許多國家擴散 導致疫情升溫 華爾街日報此前報導 以色列在這一波Delta變種疫情中 有一半感應成人已經接種完兩劑輝瑞疫苗 促使以色列政府重新恢復了室內戴口罩等有關規定 而同時由於Delta變種迅速擴散 專家表示如果之前打的是強生單劑式疫苗 應該諮詢醫生意見考慮接種增強針 根據CDC的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二十六日全美疫苗接種總數已突破三億劑 而CDC的主任瓦倫斯基警告 Delta毒株很快就會成為美國的主流病原體 而白宮抗議小組的前資深顧問則表示 近半數的美國傳染病學者表示 當局需要強調疫苗的效能未能有效對抗變種毒株 而接種強生疫苗的保護力比兩劑式的要差 強生表示正在實驗室測試相關疫苗對於Delta毒株的效力 但是現在還沒有更多的數據可以公佈 再為您關注到的是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有關動態 川普在周六正式拉開了美國中期選舉的序幕 回到了俄亥俄州進行集會 而根據來自法新社的報導 這位以歡天喜地氣氛熱烈露天集會而聞名的前總統 從五個月前離開白宮以來首次回到競選集會 發表了一個半小時精力充沛的演講 川普在場表示這是二零二二年選舉的第一次造詩會 他到場是為了支持一位共和黨的國會候選人 他聲稱我們會奪回眾議院也會奪回參議院 這位前總統描繪了在他的繼任者拜登的領導下 美國正在衰落的景象 同時繼續重複了他有關於二零二零年所謂選舉被盜竊的沒有根據的說法 川普甚至表示我們已經贏得了兩次選舉 可能必須第三次贏得選舉 據法新社報導 他繼續不承認他繼任者拜登的勝利 繼續抱怨選舉欺詐 儘管有幾十項法律投訴已被駁回 包括被他任命的法官駁回 川普聲稱拜登正在摧毀我們的國家 就在我們的眼下還大聲說 誰髒字知道二零二四年將會發生什麼 我們甚至不會有一個國家 川普承諾在二零二二年十一月的中期選舉中 繼續為共和黨發揮作用 他確認了只支持親川普候選人的策略 周六晚上的集會是為了支持川普前顧問馬克思米勒 馬克思米勒與正在眾議院的共和黨人安東尼鋼薩雷斯競選 鋼薩雷斯代表俄亥俄州 是美國國會眾議院二百一十一位共和黨人中的十人之一 這十人支持以煽動叛亂的罪名投票彈劾川普 再為您關注到的是這一時段的國際要文 根據來自法新社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將與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長拉皮德會面 這將是以色列新政府近期上台後兩國第一場面對面會議 拉皮德現在飛往羅馬 與預計今天抵達意大利展開歐洲三國之行的布林肯會談 中間派的拉皮德雖然是籌訴聯盟推翻前總理內塔尼亞胡的主導者 但是他延後了自己接任總理的計劃 目前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正在推動最新談判 希望恢復二零一五年伊朗核協議 但是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強烈反對 根據協議德黑蘭當局將大幅限制自身的核活動 以換取外界承諾放寬制裁 拉皮德在六月十三日上任成為了現任民族主義派總理巴內特旗下的外長 拉皮德指控內塔尼亞胡為公開力挺美國前總統川普所屬的共和黨 破壞了美國昔日對以色列堅定不移的支持 以色列新聯合政府仍然認為伊朗對以色列構成了重大威脅 上任後也曾空襲袈裟走廊 但是新政府承諾會把以色列和美國的聯盟擺在第一位 試圖不公開彼此的分歧 再要為您關注到的是跟朝鮮有關的消息 朝鮮媒體六月五日在時隔近一個月播出了金正恩出席公開活動的畫面 而金正恩在外界發現明顯出現了受削的狀況 外界對其健康狀況猜測不一 而朝鮮中央電視台在昨天播出了當地居民的訪問 受訪者對此事也表達關注 並表示所有人都為此流淚 受訪者說看到金正恩變瘦民眾感到極為傷心 所有人都為此悲傷流淚 朝鮮領袖金正恩的舉動為外界注意 此前在時隔一個月後公開出席活動 更多人討論因為他看起來體重明顯下降 有人說如果他是為了健康而減肥或許對他的執政更有利 此前華爾街郵報引述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納朗的話說 如果他是為了健康而減肥可能會提升他在國內的地位 以及對區域行為者比如日本韓國和美國來說 將提供更多的可預測性 但是如果他突然變瘦是因為健康問題 那麼繼承人之爭可能已在幕後展開 朝鮮內部的動盪會給外部世界帶來更多的麻煩 再為您關注到的是跟球刑馬拉多納有關的消息 根據來自路透社的報導 阿根廷檢察官在二十八日將針對已故足球巨星馬拉多納病故案 來審訊他的私人律師 馬拉多納臨終前這位律師在內一共七人 疑似未能夠盡照料之責而受到外界的追問 根據來自法新社的報導 馬拉多納三十九歲的私人醫生盧克的這一場訓問 將終結檢封兩周來的訓問過程 期間有七人逐一道案說明 法官接下來將決定是否下令進行審判 這項過程可能耗費數年之久 而一旦罪名成立七位嫌疑人恐面臨八年至二十五年不等的刑期 馬拉多納在去年十月因為心臟病突發去世 享受六十歲 她過世前幾周因為大腦血栓接受手術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網報的全部內容 希望您喜歡並繼續關注我們頻道的其他節目